Hi 大家好 , 又是 Patrick 今次同大家講金本位的加密貨幣 最近我用之前金磚五角的加密貨幣複雜問題一片作為藍本 利用 Charged GDP 分析 2023年金磚五角每否有大突破公布其金本位的加密貨幣 出奇地我發覺 Charged GDP 分析好深入 由於用英語的播出 收穿反應真是強差人意 圖中由上角連結是將英語版再配上中文字 方便需要睇中文字幕的網友觀看 而這集我用大家熟悉的廣東話再演繹一次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 2023年金磚五角的加密貨幣特輯 如果您關心金磚五角的加密貨幣 在這裏我們會揭開金融世界的加密貨幣奧比 如果您認為加密貨幣的世界不會變得更加令人興奮 請您找到數字貨幣的錢包 因為今日正在深入研究 在全球範圍內捲起波蘭的革命性概念 您不會相信金磚國家集團重塑國際金融體制 如果金磚國家要發行CBDC 即是加密貨幣 它會不會令美元崩潰呢 我將在這集結束之前分享我的想法 所以請大家觀看到尾 現在就讓我們一齊解鎖未來 相信大家都聽過金磚國家集團 沒錯 就是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 它們就好像轟動一時的超級英雄團隊 一樣聚集起來 但是您知道嗎 它們的總領土覆卻了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面積 和接近42%人口 關鍵就是 它們集體的經濟 甚至可以和美國領導的七大國集團的相比美 但是最近的議論是什麼呢 就是即將來到的15次金磚國家峰會 可能會改變遊戲規則 還有20多個國家爭取加入俱樂部 您會不會相信呢 我們所指的國家包括有 阿根廷、阿油聯、沙地阿拉伯等等 它們都想加入金磚集團 但是等等 這個不是加入這麼簡單的 巴西總統盧拉甚至呼籲挑戰美元的主導地位 如果它們的舉動成功 如果它們不能改變常態的話 我都不知道應該可以講什麼 現在讓我們從地緣政治轉向加密貨幣的世界 你可能認為已經掌握到比特幣和以太坊的竅門 等等我向你投襲知識炸彈 加密貨幣的工作方式和常規銀行業務不同 在一般銀行有系統監管交易 但是對於加密貨幣 這一切都和懷疑不實的術語有關 就是區塊鏈 將它想像成為一條數字的高速公路 記錄每一筆交易 不需要中央機構 這就是它變得有趣的地方 採礦是由一個複雜方程式 創建新的加密貨幣過程 由於比特幣的稀缺性 它就成為加密貨幣皇冠上的明珠 而金磚國家集團就是瞄準這個領域 你準備好迎接新的轉變未 ? 如果我告訴你 金磚國家正考慮用一種黃金支付的加密貨幣 這就是金本位貨幣的重申 想像一下 所有這些金磚國家都坐在一堆黃金上 從中國俄羅斯到巴西等其他地方 再想像一下 加密紀錄在一個分散的區塊鏈上 不受任何中央銀行控制 去美元化就由這個遊戲的名稱 如果金磚國家貨幣有黃金支援的話 請大家為快到來的淘金業做好準備 但請大家等一等 這一切將會怎樣運作呢 這些國家可不可以在加密黑盒中掌握得很好呢 我們要考慮三種情況 首先 一個中立的全球機構負責監督跨頂支付 接下來數碼鐵路的網絡 這些加密貨幣變得火車一樣 跨越各界 最後共同治理的國家 好似最好的老友一樣 共同使用加密貨幣 大家請記住 法規是整個事情運作的關鍵 因為是沒有制裁的工具 只是高速運作 但我們不要忘記 即將到來的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 可能只是一個轉捏點 前方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好 這是時候我們要戴上解決問題的帽 冒險進入加密貨幣波濤洶湧的水域 現在大家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加密交易的速度就是快速高效 而且費用低 但是這個有很大的問題 交易是這樣的 是沒有中央財本監管這些交易 就好像錢包A和B之間高風險冰冰球的遊戲 令人擔憂就是其中一些交易可能有疑點 甚至是徹頭徹尾的非法交易 現在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設計跨境加密交易的未來建築師 我們可以有三個不同的藍本擺在桌上 首先一個中立的超級英雄 將他想像成為加密領域的裁判 這個全球性的實體 將監管跨境的支付 反映了Strieff 金利的角色 很簡單 是不是 但是可能他只是處理基本貨幣兌換 接下來一個數位基礎的設施 如一個現代的鐵路網絡 連接不同國家的加密貨幣 就像火車路線一樣 這些路線將各間之間無縫 和有限的運輸價值 而第三個藍本都是關於團結和治理的 想像一下各個政治和經濟上都緊密相連 他們就好像最好的朋友一樣 分享他們的加密貨幣 取消一些跨境的複雜性 但是這些模型並非沒有挑戰 監管需要堅圓盆石 但是又要確保這些交易不被濫用 為制裁的工具 但是我們現實一些 無逢國際交易的道路 仍然是一條曲折的道路 好似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經常講 前面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最近就流行請飲咖啡 當然我不會反對大家請我飲咖啡 如果你看到這裏 你還未訂閱的話請你訂閱 因為你的訂閱是有做片的很大的動力 請按鈴鐺給我點讚 歡迎大家留言 每一個留言我都會仔細睇 請看廣告 並將這集分享給你的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現在深入了解核心的問題 金磚國家加密貨幣 是需要正面應對以下的挑戰 將它想像成拼湊一個巨大加密拼圖 會解決一個問題 讓我們更加接近實現新的金融體制 第一個問題 製作生成的方式 首先 生成這些新的金磚國家的加密貨幣 並不像舊的採礦方式那麽簡單 這是一個全新的遊戲 這就是手術背後的大腦需要小心思考的地方 如何再不引起加密領域的狂熱情況之下 鑽造這些新的硬幣 這個難題是需要創新解決的方案 第二個問題 製作區塊鏈操作模式 現在想像一個交響樂團 每一種樂器都需要完美地發揮自己作用才能創造和諧 同樣 金磚國家必須決定其區塊鏈運營模式 我們前面價值的模型是可行的 但每一種選擇都需要精心規劃 它是數碼鐵路網絡 究竟是共用治理結構 還是全新思維創建的概念 就是需要決定再決定 第三個問題 就要制定有效的交易規則 制定者要綁好安全帶 因爲這個問題是很複雜的 有效的交易規則 又在沒有中央監管情況之下 製作法規就好像挑剔傑作一樣 如何確保適當合法和公平交易 同時避免不當的交易陷阱 這就好像在合法性和創新之間架起一道僑良 第四個問題 建立交易平台 就在你認為我們已經完成的時候 我們來到挑戰王冠上面的明珠 加密貨幣交易平台在哪開店 如何確保黃金安全存取 這個是新金融時代的基礎 這個拼圖是信任安全和無逢交易的關鍵 第五個問題 量子計算和加密 量子計算是我們拼圖中未知的因素 我們都知道加密貨幣是依靠SHA256和SHA512等加密方法 來確保交易安全可靠 但是要小心量子計算機 這個電腦運算甚至可以幾分鐘破解最強大的加密 沒錯 , 它已經被驗證它的能力 想像一下未來 量子計算機在未來幾年可供公眾使用 突然之間我們堅固的加密 可能像指派般崩潰 第六個問題 黃金作為終極的基準 這個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 還記得金磚國家用黃金支援其貨幣夢想 這是一個令人眼花療斂的概念 讓我們思考一下黃金真正的基準是什麽 就是美元 但是 , 如果黃金價值和美元掛鉤的話 我們不是剛剛繞了一圈嗎 我們是否仍然間接依賴美元 而這正視我們試圖遠離的東西 這就是一個包括裏面的謎題中的撥論 解決這個問題 可能是真正爭脫這個關鍵 跟住就到這期的總結 金磚國家領導人第15節峰會 可能會對他們的加密野心有重大公佈 為什麽呢 ? 因為金磚五角的加密貨幣世界是缺少一些碎片的拼圖 大家不需要讓這些美元整感到氣餒 因為這些挑戰只是邁向更光明的未來的戰腳石 區塊鏈的革命和創新解決方案 可以轉變整個金融體制 前面提到金磚五角加密貨幣是金本位 看似和美元糾纏不清並產生黃金的撥論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以前中東有些珠寶客 他們公司是以黃金的存量計算每年的盈虧 其實他們是用金本位的概念做生意 所以亞油聯沙地阿拉伯和其他中東國家 都爭取加入金磚國家集團 如果金磚集團都是用金本位的加密貨幣做定價和交易 這樣美元的升跌就變得不重要 如果金磚集團的加密貨幣成為流通貨幣 我估計到時比特幣將會跌至近乎零 不過最後都是那句 變幻才是永恆 大家就要拭目以待 我在這裏歡迎大家加入卡麻頻道 成為Patreon 會員 如果妳未訂閱 請妳訂閱和按吓小鈴 妳就會收到我新片通知 請給我點讚 歡迎你們留言 你們每一個留言 我都仔細睇看 如果妳喜歡卡麻頻道 請妳分享這集 給妳的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